你好,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,来自日本福山市。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烘烧丸子。 这是一道孩子和老人爱吃的菜。 追入馅中,放入葱、姜末、鸡蛋、盐、白糖、胡椒粉、鸡精、十三香、蚝油。 再放入一块豆腐,顺着一个方向,抓拌均匀。 最后,加进少许的淀粉,翻拌均匀就可以了。 手穿丸子,五成油温,开始下锅炸,炸至金黄色,捞出控油。 鸡蛋也炸到金黄色,捞出控油备用。 锅里留少许底油,葱姜蒜爆锅,加入少许酱油,一勺水,少许蚝油,白糖。 再放点小菜和胡萝卜,之后倒入刚才炸好的丸子,水淀粉勾芡。 令香油翻拌均匀。 出锅,装盘,我们的丸子就做好了。 这道菜呢,也叫红烧两样,真香,真好吃啊。 如果喜欢,赶快给孩子们安排起来吧。 那让孩子大口大口的吃饭,会让你露出效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